白糖 蚝油 酱油和黄酒进行腌制 我的问题来了 这一大盆的肉该怎么进行搅拌呢 哎呀 真能颠起来啊 我来试试 行吗 哎呀 好香啊 这个味道颠挺 就这样是吧 这样 你得借助下边这个墩子 要不然然后再前后 哎呀 我天 这来一个 但是我觉得最佩服的是 您能让它真的颠起来 这个劲儿啊 真的是一个 不光是你劲儿大 是一条劲 腌制好的五花肉 被一片片手工码制在碗中 最地道的梅菜也终于闪亮登场 由我亲手参与制作的梅菜扣肉 已在蒸锅中散发出独特的香气 很快就是见证这道经典名菜的时刻了 一 二 够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来 这样就行了 对 这个有点滑 哎 这就漂亮了 你看 还可以哈 哇 哎 就是一打开 现在一下子那个梅菜的那种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 一定要趁热吃 我觉得 哇 你看这造型码的 你看 这个就是咱们炸过的不一样 表皮是这样的 来一块 哇 我挑的这块一点都不肥 哇 我这个天哪 有点挑战自我 因为真的我挺怕吃肉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很好吃的 你看他们都看着呢 大家都很期待是不是 我先来一口 哇 从我脸上的表情都能感觉得到它有多好吃 就是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 以前吃的是那种就是特别软烂的口感 但这个还是保持着它有一点脆滑那种口感 梅菜扣肉是客家人在重要节庆里 尤其是新年家宴时必吃的一道菜 源源满满的祝福意味 跟随着极致的味道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对云怡和她的儿子来说 这祖传的梅菜扣肉就像是他们尊敬的一位长辈 这味道也成了每一个客家人记忆中 飘散了百年的家宴味道 那是几十一 四十一 我们下期再见